小红帽在千钧一发之际砸中了狼人 猎人趁机刺中了对方 应该已经解决他了 小红帽干得不错 刚才你是怎么做到的 刚才似乎看到了你们的轮廓和慢动作 什么 你确定 其实 小心 又看到慢动作了 狼人的飞爪再次出窍 此时猎人应该挡哪里 根据飞爪的趋势 挡住脚下 猎人挡住了飞爪 但已经精疲力尽了 判断得不错 那接下来这招 还能看清吗 怎么人数变多了 不对 多出来的人应该是幻影 真身只有一个 那么哪一个是真身呢 只有真身有影子 挡左边 猎人再次挡住 同时已经被逼到角落 很好 但游戏 该结束了 此时猎人应该挡哪里 不行 这次不是个无解的局面 该怎么办 事先护住头部 还是转手为攻 或者说 投降 护住头部仍然会身受重伤 被打败只是迟早的事 而投降 就算对方愿意 此时也停不下来了 只能转手为攻 赌一赌了 那么 应该向哪里进攻呢 往这个方向刺去 这可能是唯一的机会了 往上刺 上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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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 ucks 再次夹准备